请法师慈悲 夜间饶福 昏尘该如何对治 我们现在的众生 烦恼习气比较重 也就是一般讲的业障重 在这种情形之下 地险老和尚教我们的方法 最好 最适用 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再干 这句话好啊 你看看 他那个过路匠 那个徒弟念佛 三年多就成功 站着往生 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第一次话 你就老实念 念累了 休息 休息好了再念 我们用这个方法就好 而且他这个方法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这个过路匠 这个过路匠用这个方法 站着往生 第一次老和尚对他赞叹 当代 这个四面丛林的方丈住职 比不上他 蒋尖的法师 也比不上他 他这个方法真简单 累了就睡觉 睡好了再干 不要勉强 勉强的时候呢 精神体力 撑不住 佛也没念好 身体也没休息好 所以倒不如啊 累了就去睡觉 休息好了的时候 精神养足了 回来赶紧再念 这样好 这个开始是非常适合于现代人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